清代的封江大吏中 普遍情况下指的是各省的总督 巡府 可实际上各省提督也属封江大吏 只不过提督这个官地位比较尴尬 实权不及都府 到了清代中后期以后 提督的地位更加被边缘化 所以往往被人忽略 清代地方军事分为两个系统 一个是八旗驻防军 另一个是各省绿营 八旗驻防军的最高长官为将军 绿营最高长官为提督 按例 八旗将军和各省提督都是从一品大员 可是这两者的实际地位相差却很大 清代制度规定 各省都府是无权干预八旗驻军的 理论上八旗将军也不理地方政务 而提督却归都府节制 名义上都是封江大吏 事实上 形同都府的下属 提督全名称为提督军务总兵官 五职受与提督始于明代 在历代执官表中 将提督与汉之都位 位之都督 周隋之总管 唐代之节度使 宋代之都统治 及元代之都元帅并称 清初 提督代左右都督贤者为正一品 代都督同知贤者为从一品 代都督迁士属都督侍者为正二品 乾隆十八年 一七五三年 全部改为据省先 即在提督前面加上省的名称 如江苏提督 浙江提督 定官职为从一品 比巡府高一级 宇家尚书贤的总督评级 为各省绿营最高统帅 管理一省军政 与都 府并称封疆大力 也就是说 作为一省的提督 官职比巡府还要高 可事实上 到了清代中后期 那些不设总督省份的提督之职 往往由巡府兼任 比如山西巡府的全名为 巡府山西等处地方 提督军务 兼礼良想 在清代 我们经常会发现 有很多地方都府不合的情况出现 鬼根结底 还是由于都府之间都是位高权重 且权限不明 所以巡府才有底气 向总督发起挑战 而提督官阶虽高 却没这个资格 提督不但没有资格 与都 府一较高下 而且还处处受制于都府 清代对于官员的考核 分为经察和大计 经官和地方都府为经察 都府以下地方官位大计 期限为三年一次 经察由中央力部负责 而大计 却掌握在地方都府手中 提督自然也包括在内 在这种情况下 提督的地位 一下就被降低了 不管你官阶再高 政绩再好 齐前程就掌握在了 都府的笔下 而自雍正以后 地方都府以及不正使 按查使 甚至知府等文官 都享有皇帝赐给的密哲制度 而作为绿营的最高长官的提督 往往没有这种特权 这些手上 拥有密哲权的文官们 各个都可以 向皇帝打提督的小报告 而提督却不能 因此就有不少人认为 各省的提督实权 往往不及一个四品之府 他即无权管理地方政务 就连军务 也处处为都府马首是站 既然朝廷设立了 提督这个职务 为何又将他给和谐了呢 原因其实也很简单 因为在朝廷的眼中 八旗才是嫡系 绿营是汉人组成的军队 不论是调拨军响 还是兵丁月响上 都无法与八旗相提并论 他们拿到的钱 连八旗的一半都没有 由此可见 提督是大清朝 最窝囊的一品大员 正是他发挥的作用不大 所以在后人的眼中 提督并没有被人所重视 但也不是没有例外 负责京城位数的九门提督 就是个特例 在大清二十几个提督中 恐怕就九门提督 最能拿得出手了